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约基础款的设定也非常好融入咱们的各类穿搭风格 绒面格和翻部的鞋面直接把整双鞋子的质感给拉满了 插画鞋垫和鞋子的水晶底也有一点点小骚 但又不影响整体的简约复古调性 一个字 居然212相比574 还有99X是一个应该是New Balance非常小伦的板鞋型号的 AMB这次和New Balance的合作款 除了212还有两双很好看的327和CT300 我个人是更建议大家入手212和那双CT300的 相对来说鞋型会小众很多 不怎么容易撞鞋 而且溢价也还不算太严重 第二双我想要推荐的是来自国产鞋旅品牌Mathenet的拼色小板鞋 Mathenet是咱们国内一个主打简约主题的鞋子品牌 也蛮小众的 否则我在带上根本看不到杀人穿 李嘉之前逛某宝的时候无意间逛到他们家店铺 我一点开看 里面的鞋款还有点好看的 价格也就比一般的宽威和ONE便宜一两百 这次618我找准机会就冲了几张回来想试试看 都是以经典复古为配色方案 一双红白的 一双蓝白的 小红这个配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其实是有一点点大众极为经典的T1车型的配色味道 鞋型的外侧有这种三角图案和方块皮镖的加持 整体简约却又不单调 两双鞋子都采用了细腻质感的皮革材质 与学生颜色相呼应的外凸到底的增高效果也是一绝 整体来说MASTA的这个复古配色系列的鞋款和颜色选择 都还是很好看的吧 对了 还有一点差点忘假了 MASTA家的流化板鞋都采用了环保水松软木贴合的乳胶发泡鞋 颜值和脚感都很在线 不知道大家是更喜欢这双小红呢 还是觉得这双小蓝更胜一筹呢 第三双不是我最近收到的 所以可能有点小脏了 大家稍微忍受一下 就这双伤痕累累的LAST RESOLT AB 这个牌子的创始人还做了一个牌子 POLA SKATE CODE LAST RESOLT AB可能还比较小众吧 质感的三部材质低调且帅气 鞋舌位置和后跟鞋的品牌logo 也有一次POLA的品牌玩味 如果你就在寻找一双日常穿搭中的趣味好搭鞋款 闭眼充这双VM001肯定是目有问题的哈 第四双稍微有点小特别 是一双德进造型的滑板鞋 这双德进滑板鞋来自咱们的国产滑板鞋品牌吉陆克 潮流星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国产品牌子会感到些许的陌生 但是滑板人民肯定是对这个平价滑板鞋品牌遭有耳闻 100多块钱的各类板鞋耐磨耐操 一个月咱得负一个大几双滑板鞋的前一份板仔 往往都会选择吉陆克的滑板去造去摔去接头 至于他们自尊推出的这双板鞋 在款式设计方面咱不难看出 就是以近年大热的德逊鞋型为基础 把传统德逊大底换成了这种更为适合滑板的流化橡胶底 再搭载上PU减震鞋垫和耐磨的翻毛皮鞋面 复古造型和滑板功能性直接两五五 整双板鞋最大的亮点肯定还是针对于滑板运动而做出的改进设计 想要滑板滑起来更帅或者穿的更帅去滑板的加热和盐粉粉 可以考虑一下吉祝克的这双德逊滑板鞋 好了这期板鞋合集的视频不知不觉也要接近尾声了 希望对想要选购小钟一点简约百搭点的板鞋的朋友都有所帮助吧 家人和盐粉们不要忘记给我们的视频 嘟嘟点赞和评论 各位视频听众感谢你的朋友可以订阅下我们频道 俄普斯我是侯狮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